1月28号参加省政协12届四次会议的省政协委员 分组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、计划草案报告和预算草案报告 在各小组讨论会场,政协委员们踊跃发言,气温热烈 大家一致认为,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服务新发展格局 总结过去一年和13、15时期工作全面客观、实事求是 对14、15时期和2021年部署明确具体重点突出、前景可期 是一个内涵丰富、脚踏实地、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过去的一年,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 全省人民在大战大考中经受住了考验 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、疫情防控有利有效 坚持稳中求进、以保促稳、全力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、脱贫攻坚、创新能力建设、乡村振兴等方面扎实推进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为14、15时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14、15时期,辽宁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讨论中,委员们围绕优化营商环境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党组书记周波 副主席戴玉林、李小安、武县华、江军、赵延庆、许波、高科 参加分组讨论 本台报道